大家好,我是Den 有毁损艺人名誉妨碍活动的行为 都会以法律强力对应 但是今天,韩国警方却认为 A某只是在网络上陈述了自己的经历而已 很难判断是为了毁谈李尔而写的内容 并且警方也表示 没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 A某上传的内容是虚假事实 在警方的没有嫌疑之后 A某对媒体表示 回想当时的话,现在也是非常痛苦 只是希望能收到真诚的道歉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所以是警方承认了确实有X 如果警方觉得是荒谬的谣言 最起码会以民运毁损起诉的 只是明确了确实有X 所以提告要谨慎 尤其是这种事情 委托大型法律事务所提告的李亚方 提出的主张都没有被接受的话 基本上就是事实了 事外者说遭到X了 加害者就应该要道歉 竟然还反咬一口以民运毁损提告 不要再炫耀GYP娱乐的人品了 但是也有很多网友们表示 无嫌疑就是事实 这是什么逻辑呢 无嫌疑不代表了就是承认事实 只是不能证明这不是事实而已 黑粉们不要趁火打击 Apple是已经有了很多证据 DSP甚至还提告了 受害者的旗下运人X了 所以网友们才不会相信DSP 不需要趁机用Apple来说 什么双标不双标 如果真的是做错了 自然会负起责任 这只是警方判断不是民运毁损 只有本人才知道真相 如果提出异议申请的话 就会移送到检方 到时候就会判断 是不是民运毁损了 现在航文网路上确实是这样 在ヒョンジュ的同伴同学 背叛无嫌疑的时候 网友们大部分都是相信ヒョンジュ 不相信Apple以及DSP 但是这次Lia的同学背叛无嫌疑 相信不相信Lia的网友们 双方对立的非常激烈 所以对于Lia同学的无嫌疑处分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今天捷外皮娱乐对媒体表示 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 在明确相关事项后 会决定如何来对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